美国南加州华人居民集中的蒙特利公园市 将在2月2号以及3号两天盛大举行 祥舌献瑞年节展 这项由洛杉矶世界日报 蒙特利公园市政府 以及商业委员会共同合作的活动 是受到了华裔移民以及主流社区的重视 活动期间不但会有超过200多个摊位 还有展现中华文化特色的精彩表演 希望能够让海外侨胞感受到浓厚的过年气氛 未迎接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 美国南加州有小台北之称的蒙特利公园市 将在2月2号与3号盛大举办 2013祥舌献瑞年节展 主办单位在活动说明会中表示 今年规模更胜以往 不但扩充风阶范围 各式特色美食 年节礼品 传统服饰等摊位 更是超过220个 欢迎大家一同来感受中华传统过年气氛 我们能够把这个中华文化的 这个传统的人数带到美国来 然后在蒙特利公园 这样一个有意义 有象征意义的地区 再度的发扬光大 跟其他族裔一起分享我们的传统 分享我们的喜乐 那今年呢 我想我们会更开心 因为我们从这个布朗克扩充到更大的布朗克 我们有五个布朗克 然后呢 我们今年的这个时间呢 会延长到晚上 所以我们今年的摊位呢 也比去年多了100多个摊位 所以今年会有220个摊位 那我想所有的这些 中国传统的元素的这些活动 我们都会在这里可以享受得到 去年由市政府及商业发展委员会 合作举办的首次年节展 嘉评如潮 吸引近10万人次参加 不但让社区族裔文化更多元 也将华人传统年节的喜庆欢乐推展到主流 今年再加上洛杉矶世界日报联合筹办 到时也将架设双舞台 全天后提供包括舞龙舞师 少林功夫 肚皮舞及歌唱等精彩表演 预估人潮将高达20万人 中国年是我们一年里边 春天最重要的节庆 说明会当天还请来财神爷到场发送红包 以及少林武僧一展拳脚功夫 为2013祥蛇县锐年节展软场 活动当天是免费入场 欢迎有兴趣的侨胞共相盛举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